本周日晚,最近势头最猛的广州恒大,将在主场迎战上海深花,这也是9月份间歇期之前的最后一场中超比赛。 而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今年夏季刚加盟球队的巴西中场塔利斯卡,由于在中超发挥出色,也是得到了外国媒体法新社的关注和称赞。 法新社撰文称赞塔利斯卡与保利尼奥一起将深鲜泥潭的卡纳瓦罗解救出来,为广州恒大注入了新活力。 而登陆中超联赛和加盟广州恒大之后,塔利斯卡成为联赛中最具影响力的球员。 还有,法新社认为以目前的火热状态,塔利斯卡进入巴西队主帅蒂特的视野,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由于中超的快速发展,还有奥古斯托和保利尼奥两大巴西现役国脚在效力,所以巴西国家队肯定会关注中超联赛。 而在中超有非常抢眼表现的塔利斯卡,自然也会受到巴西队教练组的注意和关注。 由于有保利尼奥的例子,塔利斯卡这么踢下去,真能获得巴西队的征兆。 跟很多刚来广州恒大的外援一样,塔利斯卡也是非常迅速地融入到球队战术体系,在一个多月时间帮助广州恒大在冲击中超巴连贯的目标中越来越靠近。 8场比赛打进11球和送出4次助攻,是中超间歇7回来后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作为一名巴西中场,今年24岁的塔利斯卡,堪称是一名全能的攻击型中场。 早在贝本菲塔租界到贝西科塔斯的两个赛季里,塔利斯卡就在巴,临此出场打进37球。 而现在来到中超,塔利斯卡将自己多样化的进攻手段继续演绎出来。 任意球,远射,投球,掉射,搓射,妙传助攻,连续过忍,团队配合等等进攻方式。 塔利斯卡的11个进球里都有出现,只差超远距离,砸耍进球,倒挂金钩的进攻方式了。 而同样是来自巴西,也是攻击型中场的中超标王,来自上岗的外援奥斯卡,仅仅比塔利斯卡大三岁,但进攻手段,并没有塔利斯卡那么全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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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